可以慢慢的缩起来 最后像一朵花一样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好 可以了 关火 然后把它捞出来 在水流同下面再把它冲洗干净 这是焯好水的鱿鱼 下面来对它进行改刀 从中间这样切开 如果鱿鱼须比较大的话 就一条切一根就可以了 完整教程联系 微信1365258900 1365258900 切好了 带入 开火 烧干 烧干之后 倒入菜籽油 将油烧至230度 或者冒清烟 要彻底的把这个菜籽油烧熟 看一下油温 已经够了 转小火 这个油鱼须全程需要用小火炒 不能用大火炒 炒到时候要这样子多翻动 下入油鱼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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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烤 记住 一定是用小火全程炒 不能用大火炒到时候要这样子多翻动 炒干 炒到这个油鱼须微微的有点发硬的时候 并且这个油比较清凉的时候 我们就下入其他调味料 倒进来把它炒匀 炒匀炒香 炒香之后,下入一匹尺油 蚝油 完整教职联系,微信 1365258900,如果蛋了的话,就可以放一点生抽 要出锅的时候 放入这个芝麻香油和山胡椒油 白芝麻,30克 炒匀 然后把它盛出来 香肠鱿鱼须就做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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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